主席好,院長好,還有各部會首長大家好 我想先跟蘇院長講一下 其實我是從小看你的新聞長大的 我覺得說我今天能夠在這麼幸福、這麼安定的台灣 能夠長得這麼大 其實也非常感謝蘇院長的功不可沒 所以在這邊先跟您說謝謝 沒有啦,我只是在那個時間盡力自己的力量 是全國同胞的努力 也祝福你 是,謝謝院長 但是我自己在郭董身邊其實工作了蠻久的 他一直以來就是給我一個評語就是 出生之獨不畏乎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的話也希望說用我的專業 就是能夠幫民眾審查這個預算 然後所以希望說能夠就是院長也給多餘多多的指教 好,那首先的話我們先來看下一頁 院長看到這一頁其實我是希望說先跟院長表示一下說 我們今天呢2月13號的行政院院會裡面 蘇院長就指示各部會要能夠盤點我們在紓困證信方案相關的預算 那這個部分呢可以看到院長講到了這個 與陸軍沾立竿建營等等我個人都非常的認同 但是呢當我今天收到了這一份預算案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各部會並沒有把蘇院長所提的這16字箴言把它放在這個預算書裡面 所以個人覺得非常的可惜 因為呢600億的這個預算在裡面大概就是48頁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立法院的預算中心的這個預算報告 都還比各部會所提上來的預算要來的詳細 所以在這部分我想我這邊因為時間也不太夠 所以我就點出幾個我自己認為說以我的專業來看 各部會可以再加強改進之處 那也希望院長回去之後再跟各部會再多多的協調跟溝通 指揮他們能夠做到你講的這個16字箴言好不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 首先我們先看教育部 教育部這個部分呢編列了5億7千6百萬的這個經費 下一頁我們看到 這個是最近呢就是家長們都非常關心的事情 有兩個這個防疫相關的措施 利益初衷非常好可惜呢慘案不斷發生 左邊你看到的是一個小學的一個女童呢 他在學校老師天天給他噴消毒水 結果回家呢媽媽看到這個手都已經洗澡洗澡痛到心碎 右邊這個是桃園的乾隆國小 乾隆國小的這些就是我們看到一個防疫隧道 裡面呢用了這個所謂的次育酸水 他把這些學童不管是眼睛啊皮膚等等都噴到過敏 那我相信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其實教育部在防疫過程當中呢 應該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叫做衛教的宣導 好那我們看下一頁喔 可是呢我今天看到在這一本書裡面的教育部的預算 就只有這麼一點點 我沒有看錯 我自己還左右翻了一下想說是不是漏頁了 沒有 教育部只有編了這麼一條 這麼一條裡面呢他就只有講到防疫的物資 所以我今天我其實蠻喜歡部長的 可是我今天其實呢我在心裡 我昨天看到半夜之後我給你記醜醫 因為我覺得你的防疫物資只有做到這個地方嗎 我想先問一下院長跟部長 剛剛所發生的這兩件慘案 防疫的校園的衛教宣導 是不是相當的重要 我很肯定高委員所講 確實衛教也借這個時候是非常重要 這一定要做到 那也跟委員做說明是 這個預算常常是因為很大的預算 但像這個年度預算那兩兆的預算 其實也沒有辦法用非常厚 那預算從整個預算類別科目一直到細部 都會只有委員會或者委員等 會再進一步會有更詳細 是但是院長你看喔 他只有寫防疫物資所需經費喔 我今天看到有一些部會 我就不講哪一些部會 他們就會寫得非常的詳細到 比如說人事費加班費等等 他都會算得非常清楚 可是我們看到教育部的經費 在裡面只有寫了一條簡簡的 防疫物資所需經費 所以第一個我要問的是 防疫的宣導這個部分在哪裡 好那我先幫你解釋一下下一頁 我們看到喔 衛福部其實是有編列這個衛教的預算 可是呢在衛教預算的這幾個項目裡面 你只看到在第四個 第二條的第四項裡面 加強多元管道的衛教宣導 所以我在這邊要提醒院長跟部長 如果說你們今天把教育部 在校園的衛教宣導裡面 把它放在我們的衛福部 希望衛福部來幫你負責 很抱歉你在經費編列裡面 就只有一個多元管道裡面 有教育部的這個角色在 我跟委員報告 也謝謝委員的關切 委員應該可以了解 這一次在衛教宣導 除了院長一直在提醒 教育部其實不只是跟指揮中心 還有跟我們兒科醫學會 其實是做了一系列的這個 在衛教上面的宣導 還有很多包含宣導的影片 因為透過兒科醫師專業的 在到校園 包含他們未來要成立 對於每一個學校 有一個專業的醫師 來作為他們的諮詢的顧問醫師 我想這一些 因為在相關的開學前的 這個超前部署 其實教育部當時 主機總部也都有一個 能夠以緩計及 所以我們是在開學前 就已經開始做相關的這些準備 那我也跟委員報告 委員提到遠距教學 因為教育部在之前 請一下沒關係 我們先一件一件來 對 我要一併說 因為共同防疫 也不是說所有剛才 因為主機長也說 總共提出來是700多億 但是原來我們各部會 對 像教育部在前瞻預算裡面 有一個就是讓校園 智慧校園的這個預算 將近100億 那這個執行也到 對對 也到109年 我們現在這個防疫物資的部分 就是防疫物資以外 這個衛教的宣導 您剛剛講到 是衛福部派兒科醫生來做 那是我們跟兒科醫師協會 一起來共同合作 但是我想要提醒的是說 校園的落實衛教 包含了文宣 包含了活動 包含說明會 甚至學生與家長與老師 三種角色可能都要兼顧 所以在這邊只是 本期只是希望能夠提醒院長跟部長 在教育部的經費歸列裡面 應該要把特別預算 再加強這個部分的佈局跟規劃 這樣才能夠防止 剛剛前面講的慘劇的發生 那既然部長提到了 我們講的遠距教學 我們看一下下一頁 這個左邊是馮甲大學 這一次已經自己 不等中央政府來做這個補助的 預算編列 他們已經自己開始做 遠距的開學典禮 然後呢 右邊是我們的竹北高中 他也是做這個遠距的直播的 一個開學演講 所以呢 我想要提醒的是 教育部也需要 在這個部分 再加強在防疫的部分 更新我們在 遠距教學的軟體跟硬體 這邊只是做一個 善意的提醒 那希望後面我們副委之後 在委員會看到的這個編列細目 可以更符合 在教育部在防疫裡面的角色的這個規劃 可以嗎部長 好 謝謝 謝謝 教育部也會將我們原來 在預算當中 並列來共同防疫 是 這個預算遠遠也超過原來 所能匡列六百億的這個規模 就是希望說教育部不要說覺得 衛福部會幫你們把這個部分 全部都仰賴他們做好 因為教育部還是有校園落實的部分 否則這次開學兩個階段的準備 如果等到特別預算 恐怕時間上會讓學校跟家長更擔心 謝謝部長 謝謝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院長你知不知道 2019年民眾選出來的代表字是什麼 可能院長平常比較少看網路 院長2019年就上任了 但2019年的代表字叫亂 那我剛剛看到說 其實我們希望把亂這個字 就留在2019年 但2020年開始 其實我們就看到了 先是有口罩之亂 但我覺得院長處理的不錯 但是第二波我們看到的是 現在這個預算書裡面 就很明顯的看到發卷之亂 我們看下一頁 這邊剛剛其實委員王委員也有提到 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觀光旅遊的這個 紓困跟振興的預算裡面 光是一個折扣券 優惠券抵扣券 我今天就只簡單列三個 原明會 客委會跟經濟部 因為他們都是在做觀光旅遊的補助 那我看到了幾個問題 跟院長也分享一下 第一個 在經費的部分呢 其實 雖然說我們編列了一個 一筆很大的經費 但是過去這三個單位 主管機關 他們都已經有前案 前面的這個計畫 他的質詢回收率都不是很高 四成五成 然後我們又看到 他的支付方式工具 客委會堅持他一定要用電子券 其他兩個 認證商家消費這種方式 或者是他還沒有說好 到底是要怎麼去做消費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想要跟院長說明一下 今天我們在這個前面這三個計畫 他的轉換率不好 並不是因為他的錢不夠多 所以呢我希望院長能夠帶領各部會 能夠去把這些所謂的轉換率如何提升 我們今天有這些錢匡列對民眾對產業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可是轉換率要怎麼提升 這個我不知道現在院長有沒有辦法回答這個 所謂的接下來如何去改善這個效益的部分 不知道有沒有想法啦 謝謝委員指教 剛剛委員特別點出來 說不是只有錢還要他能執行力 我很同意這一點 所以我這一次在編列的時候 就要立竿見銀 就是一定要有看到效果 我們已經有上次各部會如果執行偏低 那一定找出原因 這一次救這些救急以及要振興的錢 我一定要求部會 這執行力也是我們要評估盤點的地方 我會要求他們盡量能夠來做到 要不要說明一下 希望院長可以盡快的 因為剛剛其實委員也有問過啦 我相信院長應該接下來會盡快的讓各部會 來提出我們統一的制度 統一的方案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這些執行率回收率 如何能夠突破前案 因為我們看到這裡面寫的內容 還是很類似於以前我們所做的手法 所以同樣的手法只是錢變多 為什麼轉換率可以提升呢 我跟委員簡單答覆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那個數字是到1月底 那麼我們去年的計畫是到2月底 那麼我們最新的數據的轉換率是到55%點多 那麼這個是相當高的 而且跟委員報告 各位的電子券是全部都是用數位來進行的 其實我看過那個申請方式其實不是很方便啦 當然我覺得電子券是一種方式 但是可能老人家旅遊的這些 可能有些他們不會用電子券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 可能也是要麻煩院長跟各部會首長帶回去 盡快的回到我們立法院 把新的這個編列的這個制度跟方式 有時候我們透過媒體 民眾其實看得很不煞煞 所以這個還是期望院長跟這個部會首長 你們如果有這麼好的一個政策 希望能夠大家能夠協調統一制度 不要再有所謂的票券之亂好不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 這個很快的講一下 我看真心預算的編列呢 其實琳琅滿目啦 但是呢有行銷有架網站有網紅有電商 我只希望提醒一句話 院長我們的錢一定要花在真的需要補助的民眾跟產業上 不要變成是好像這個錢最後是變成網紅電商 因為我們都知道其實蠻貴的 好那架網站一個編起來就三億五億的 我會很害怕好不好下一頁 最後呢我們看到經濟部 不好意思部長可能又要再回來 經濟部的這個產業研發補助 這裡有一個二十億八千萬下一頁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面有三個案子 跟這個經濟部的產業研發創新有關 但是呢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按七跟按八 這有點小大家可以看一下螢幕 按七跟按八呢我們看到呢 其實這兩個案子有編列所謂的計畫辦公室 做媒合做產業公協會的溝通 這個部分的經費大概是十幾個百分點 好佔整個計畫的經費 第三個案子呢就是所謂的案十三 他的SBIR是擴大辦理 所以他沒有增加這個計畫辦公室的這個費用 我想先請問一下部長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差異 這部分首先呢就是來談 因為有不同的單位在執行 所以他在這個計畫辦公室的需求上有不一樣 那最主要呢 我們這個計畫最重要 就是要利用這一次的這一個所謂的不景氣 然後希望呢我們這個時候來啟動 這一個所謂固本計畫 但是為什麼按七按八需要計畫辦公室 但是按十三不用 因為這兩個加起來可能也是幾億的錢 如果這幾億能夠投到產業界感覺會更好 最主要委員說的對 最主要就是那個計畫辦公室 這個只是維持在服務這些審案的計畫的需求 最主要還是要花到產業上去才有用 那按七跟按八你仔細看一下 都是智慧化、自動化還有製造業 可不可以並按處理 這樣我們的計畫辦公室可以減少 因為牽涉到不同的級處在族行 比如說有中小企業處的 也有工業級的 那單位不一樣 所以那個計畫辦公室有 我只是希望說部長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這裡面幾億的經費都是在做這個PO的部分 我們覺得說這個部分可以協調一下 是不是可以並按處理 統一辦公室處理這些方式 都可以幫我們省下更多的經費 來花在產業實際的補助上 好那下一頁我們看到 我們來算一個小數學 這個按七按八按十三 我老實說我昨天念到半夜之後 我覺得我好像變成在當名偵探柯南 為什麼呢 今天按七按八上面的預算書 第一個我們今天要算總額 計畫的總額一定會有兩個變數 X跟Y X是幾家或幾案 Y是平均多少錢補助 這個乘起來才會有所謂的計畫經費 但是很可惜在這裡面我完全沒有看到 所以呢你看喔 按七假設我說預算中心幫我去問到八百七十項 所以呢一按是八十三萬 做自動化在這時間點很重要 因為接下來可能缺工缺料 但是八十三萬 院長你知道自動化一條線要多少錢嗎 這個部分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大概呢 現在我們就看中小企業的話 他先從自動化開始 然後再往四位化 然後再大的話再往四位化 是 部長因為時間不夠啊 我今天跟你講一下 自動化一條產線呢可能動輒上千萬 小的可能上百萬 所以我第一個希望提醒院長跟部長 第一個這個補助的平均金額可能是對廠商來講 不是那麼的有幫助 做自動化這件事 第二個自籌款的比例過高 第三個審查程序過長 我過去審查都是半年以上 所以在這邊跟各位做一個提醒 謝謝 這個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好 謝謝